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史书 说到收藏品,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书法字画、青花瓷器等等 也有不少的朋友喜欢收藏一些其他物件 比如黄花梨、玉雕作品等等 另外在收藏界,还有一些比较冷门 但是却深受老收藏家们重视的东西 比如有一种收藏品叫做天珠 天珠乃是藏族七宝之首 地位远在九宫八卦台和嘎屋之上 是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之一 不同的天珠有着不同的寓意 相传天珠象征着佛教中的菩萨 能够保佑人们吉祥平安 就在前段时间的健保节目中 有一位神秘嘉宾带来了一颗十二眼极品天珠 在藏族人眼中 十二眼天珠的背后代表着钥匙经理十二位神将 以及十二生肖 是极尊贵、权势、相好美满、有求必应于一体 能够保佑佩戴者一生福慧圆满 而根据史书上记载 在唐代初期就已经有天珠的记载了 而且从古至今 天珠都极其的稀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 乾隆皇帝 堂堂大清江山的主宰 也才有两颗天珠 一颗九眼 一颗七眼 而天珠又以藏区至纯系天珠最为珍贵 在场的专家们有不少对天珠都有耳闻 其中还有一位专家是天珠的忠实爱好者 经过鉴定之后 神秘嘉宾拿出来的这颗十二眼天珠确实是真品 而且还属于天珠中的七品行列 当时这位专家就表示 自己愿意用七百万的价格 将这颗十二眼天珠请回家 但嘉宾并没有要卖的意思 遗憾的专家只能作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